真正厉害的人都独具慧眼地看透了,这个世界的本质,但是看透又不说透,那今天我们偏偏要说透,那你刷到这个视频呢,一定要耐心地把它看完,人和人最大的差距,其中之一是对世界的认知不同,那对世界的本质认知越深刻,越到位的人,往往更容易如鱼得水,一阴一阳未知道。 世间所有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部分组成,社会也不例外,它由两套秩序组成,第一套秩序,公平、正义、道德、礼节,第二套秩序,各种利益方的利益纠葛,第一套秩序是表象,第二套秩序是内在,我们所能看到的现象或是事实都是第一套秩序,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打的算盘就是第二套秩序,你看到的公平正义都是表面, 社会的本质是一片弱弱强势的丛领,第一套秩序是手段,第二套秩序是目的,几乎人人都会披上一身光严的道德外衣,然后千方百计的给自己谋取利益,经常有人说,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潜规则,其实只不过是他们过于关注第二套秩序罢了,第一套秩序人人都放在嘴上, 第二套秩序人人都记在心里,千万不要被第一套秩序迷惑,而是用第二套秩序去分析事物,比如我们不能看一个人说什么,而要看一个人做的什么,那么难道我们就要这样纵容第一套秩序里的很多假话,大话,红话吗? 要明白,这个世界不存在所谓的真假,真到假处,真一假,假到真处,假一真 易经阴阳理论认为,万物有阴阳两种属性,事物在演变的过程中,阴阳不断变化,相互转化,形成了事物的动态平衡 这种思想也体现在易经的系统中,宇宙世界万事万物是在阴阳二期的作用推动下滋生,发展和变化的